欢迎大家收看《六度中国》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研究西方对乌克兰援助力度减弱 普京明年将竞选总统 若胜选在留任六年 奥尔班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马克龙调停 中共政治局会议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银滩衣服 我国与巴辛签首个执行协定 正式开启国际碳信用合作 请大家收看 研究西方对乌克兰援助力度减弱 德国之声 德国基尔的世界经济研究所 IFW的统计显示 今年8月到10月 对乌克兰的援助承诺 金额达21.1亿欧元 仅稍微高于去年同期的十分之一 也是2022年1月清乌战争爆发前 至今的最低水平 乌克兰越来越依赖于少数大的援助国 如美国 德国和北欧国家 美国和欧盟虽然正在筹划大额度的一揽子对乌援助计划 但却因为各自内部的政治纷争而受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拒绝接受被指定的和平 一再要求西方提供更有力的武器 德国总理夏尔茨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的要求 德国哈勒大学的政治学者瓦尔维克认为 欧盟能否填补美国的空缺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是人物武器最重要的提供方 规模远远超越其他国家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指出 欧盟机构和成员国目前对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总和 已超过了美国成为最大的援助方 金明盟政治家基瑟维特仍然相信 乌克兰有可能借助西方的军援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但相应的策略必须是尽快提供所有急需的武器 迟疑只会造成更多生命损失 提高俄罗斯获胜乌克兰解体的危险 这样的话我们也有责任 普京明年将竞选总统 若胜选在留任六年 德国之声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周四通过决议 并于明年3月15日至3月17日 举行下一届总统选举 普京周五向两名人士表示 他将参与明年的总统选举 普京在政坛没有强劲对手 而且在2020年通过修宪公投 将普京此前任期归零之后 他可以连任总统到2036年 然而 尽管俄罗斯经济受到西方制裁和战争开支的冲击 普京仍然得到约80%的俄罗斯民众的支持 普京可能将部分希望寄托于对乌克兰的战争 以巩固他连任的支持 如果普京再次完成六年总统任期 他将超越斯大林的在位时间记录 成为自18世纪以来 俄罗斯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 奥尔班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 马克龙调停 德国之声 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参加工作晚餐 讨论了欧盟峰会上的多个主题 包括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 欧盟希望在峰会上批准对乌克兰的新财政援助 并启动基辅加入欧盟的谈判 但担心欧尔班会阻止这一进程 由于大多数欧盟决定需要一致通过 匈牙利可能会否决这些提案 六批评认为 欧尔班是在要挟欧盟 以获取欧盟资金 乌克兰外长希望促成泽连斯基与欧尔班的会晤 中共政治局会议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淫滩衣服 联合早报 中共政治局在12月8日召开会议 部署了2024年的反腐败工作 会议强调要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 对比较突出的腐败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淫滩衣服 官方希望通过打击基层或普通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并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 会议还决定明年1月召开中央纪委会议 持续深化阵风 速记反腐的工作 受访学者表示 政治局会议宣布 黑龙将常务副省长王一新落马 表明官方将在能源 粮食 国企等领域 加大反腐力度 此举也是为了保障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实施 避免中央资金投入因贪腐而浪费 此外 学者还指出 中共高层会议 以及今年落马中广干部人数的增加 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反腐败 两手都要硬 都要抓的态度 政治局会议还分析研究了2024年的经济工作 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强化宏观政策调节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多重挑战 包括房地产市场的疲弱 地方政府财政紧张和消费者信心低下等问题 政治局会议要求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国与巴星签首个执行协定 正式开启国际碳信用合作 联合早报 新加坡与国际伙伴合作在碳市场方面取得突破 签署了首个执行协定 根据协定 新加坡可以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碳信用交易 以帮助双方实现减排目标 本地企业可以购买碳信用来抵消最多5%的碳排量 碳信用生成于能够降低碳排量的项目 并且购买一个单位的碳信用 相当于减少或移除一公吨温室气体 此外 根据协定 出售碳信用所得的收益的5% 将用于协助巴布亚新几内亚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目前 新加坡已与布丹 加纳 巴拉圭 越南和塞利加尔等国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与秘鲁和瑞士签署了执行协定 新加坡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达到排放顶峰 并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至每年6000万公吨 留美中国博士生向邻居投毒断证 开庭前被驱逐回国恩史受审 新岛日报 中国籍化学博士生李旭明 因涉嫌向邻居全家下毒 被指控非法骚扰和投毒 李旭明的学生签证已被取消 他被驱逐回中国 导致案件可能无法续审 李旭明是南佛州大学的化学博士 案件中使用的毒药是在校内实验室制成 受害人全家持续一个多月 出现呼吸短促 眼睛和皮肤受到刺激的症状 调查发现受害人家中有液体化学之剂 其中含有强效鸦片类止痛药成分 案情透露 李旭明和受害人家庭住在同一栋公寓 投诉持续数月后 受害人开始感到恶心和头晕 还发现家中传出异味 受害人后来发现 李旭明在门缝中投毒的过程 并报警班离 李旭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和天津大学 之后在南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 拜登习近平先后到访 中美争夺在越南影响力 联合早报 今年9月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越南 将美越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而下星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将访问越南 有可能宣布中越关系再度升级 这显示出越南在中美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当前 中国在对越投资方面略胜一筹 成为越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然而 美国对越南的投资兴趣也在增加 但投资决策仍需要时间 此外 中越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端 这也多少影响了两国合作的前景 亚西安强烈谴责非南大学爆炸案 联合早报 亚西安强烈谴责菲律宾南部天主教弥撒爆炸案 称其为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 连兰老岛马拉维市发生的爆炸案导致4人死亡 54人受伤 虽然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是他们所为 但警方仍在调查以核实其说法 非国武装部队已经逮捕了一名嫌犯 并正在调查他是否属于任何恐怖组织 此外 警方公布了另外两名嫌犯的画像 一位恐怖组织兰老伊斯兰国马乌德的成员 印尼副总统候选人到马国高调造势 争取海外劳工选票 联合早报 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候选人马夫德在吉隆坡举办造势活动 争取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尼人支持 马夫德承诺保障马来西亚的印尼劳工权益 并在印尼国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还呼吁在马国工作的印尼公民踊跃投票 并提到一些印尼劳工长期在马国非法工作的问题 马夫德是印尼政治、法律与安全统筹部长 将与斗争派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甘查尔搭档竞选 对手是雅加达特区前首长阿尼斯 与民族复兴党主席穆海民组合 以及国防部长普拉伯沃和总统左科长子吉布兰的组合 活动由支持甘查尔及马哈福德的政党竞选志愿组织主办 印尼选举委员会观察员也有到场监督情况 马夫德还与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共进午餐 并一起出席星期五祈祷 各作评论 习近平、拜登与美国的芯片资本 德国之声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 中国对华外国直接投资 FDI总额在第三季录得负118亿美元 为1998年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复制 同时 外企连续六个季度从中国撤走利润 金额总计超过1600亿美元 外资撤离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是中国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对外企构成了压力 二是中国实施的反间谍法 让外企担心商业活动和讨论的话题可能成为禁区 三是中国利率仍低于全球大多数地区 外企倾向于将利润汇出中国以获得更高收益 四是企业为分散地人政治风险 将部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 中国经济学教授张俊认为 用传统的FBI流量来看 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合适 应该更关注在高科技领域的FBI 他预计 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将在外国投资者情绪疲软的情况下继续下降 但高科技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保持较强的韧性 然而 是否能持续这种局面尚无定论 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外资撤离的问题 并承诺改善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 习近平将目光主要集中在高 精兼技术领域的FBI 希望依靠自身创新和外国技术与资本 在第四个工业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 习近平在与美国会面时强调 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伙伴和朋友 然而 拜登政府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和投资实施了禁令 这对美国公司来说是一项巨大挑战 因为中国市场对这些公司的营收贡献较大 虽然美国政府认为禁令能够有效执行 但实际上尚待观察 越南大米击败印度泰国 荣获世界最佳大米奖 联合早报 越南ST25大米的胜出 意味着越南大米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这也是越南大米产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对越南农民和出口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机遇 而泰国的不参赛可能会对其大米产业造成一定的影响 需要加强竞争力来抢占市场份额 此次比赛的结果也再次证明了 东南亚地区的大米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重要地位 亨特坑爹 拜登之子在遭九项逃税指控 德国之声 加利福尼亚州一名特别检察官对亨特 拜登提出了九项新的逃税指控 指控他没有缴纳 在2016年至2019年间所欠的至少140万美元税款 如果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最高17年监禁 亨特 拜登是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儿子 此前 亨特对七月份的两项指控进行了无罪辩护 拜登总统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弹劾调查之风险 他被指控和儿子亨特以权谋私 预计国会众议院将在下星期就正式授权弹劾调查进行投票 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拜登滥用职权或收受贿赂 亨特在今年七月也遭到过逃税和非法持枪的指控 但他进行了无罪辩护 童业尼老师被保安大叔错任学生 惨遭刘唐无德放工 新岛日报 这个故事引发了许多人的关注和笑声 也让人们反思了一些问题 首先 这个事件暴露出了保安人员的不专业和缺乏判断力 他们应该对学校内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有所了解 以便正确辨认身份 其次 这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年龄和外貌的刻板印象 年轻的女性在工作场所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被人误认为是学生或没有足够的资格担任一些职位 这种歧视需要得到关注和改变 总的来说这个故事虽然是个笑话 但也提醒我们要对他人的身份和外貌持有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黄勋才与中国新财长蓝佛安会面 讨论在双边与区域平台加强合作 联合早报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与中国财政部长蓝佛安在北京举行会谈 讨论两国财政部加强双边合作的具体措施 蓝佛安向黄勋才介绍了中国经济和金融的优先事项 并表示此次会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黄勋才则表示 新加坡珍惜与中国的合作 期待进一步在金融领域紧密合作 并在双边和各种区域平台加强合作 这次会谈展示了两国在领导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交往的共同意愿和愿景 港府拟设国家发展成就馆 开展爱国教育引争议 联合早报 近年来 香港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最近 政府提议在香港设立一座 以中国发展成就为主题的博物馆 并计划将尖沙嘴科学馆的位置 作为博物馆的地点 此外 政府还计划将沙田的文化博物馆 重建为科学馆 然而 这一提议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争议 许多人认为政府是以政治挂帅 政府在今年10月的施政报告中提出 设立两座博物馆 以介绍国家成就和抗战历史 国家发展成就馆将介绍中国的发展和成就 内容包括国家历史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建国 以及改革开放等 政府希望博物馆位于市中心 便于市民 游客和学生参观 因此 政府计划利用科学馆现有的位置 然而 这一提议立即引起了香港社会的不满和争议 许多人质疑 为什么政府要搬走科学馆 尤其是科学馆 是全港人气最旺的博物馆之一 此外 文化博物馆收藏了许多流行巨星的遗物 也曾举办过一些展览 因此被称为沙馆 许多粉丝也表达了对此决定的不满 面对社会的质疑 政府回应称这只是初步的想法 政府会继续征求意见 并表示不排除重建文化馆的可能性 然而 一些人担心文化博物馆关闭后 藏品将无处融身 可能会导致香港文化的真空 香港珠海学院客座助理教授李军杰表示 香港人普遍缺乏国民意识 政府设立国家发展成就馆的计划 无可厚非 并且选择尖沙嘴作为地点也很合理 然而 目前的方案存在一些问题 不仅影响到受欢迎的科学馆 还可能削弱香港文化的传承 因此 这一提议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总之 政府提议设立以中国发展成就为主题的博物馆 并计划使用尖沙嘴科学馆的位置 然而 这一提议引起了社会的不满和争议 许多人认为政府是以政治挂帅 政府回应称这只是初步的想法 并表示会继续征求意见 对于香港人来说 他们普遍缺乏国民意识 因此 政府的计划需要更周全地考虑 美国防授权法案拟住台湾培训军队 分析 或促美台联合作战 联合早报 美国国会最近公布的协商版 国防授权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 协助台湾培训军队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为了为美台联合作战做准备 根据法案的要求 美国国防部长与台湾官员 必须制定全面的培训 咨询和制度性能力建设计划 并加强美台军队的互通性和资讯共享 法案还要求国防部长每半年向国会报告 中国大陆在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发展情况 以及评估大陆对台湾的持续军事封锁的风险和影响 这项法案将在经过参众两院的表决通过后 由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台湾军方也在法案公布后 罕见地公布了大陆探空气球的动态 分析师认为 中美在台海的军事行动目前相对克制 但这些行动可能会逐渐常态化 德语媒体 欧盟与三头巨龙的中国 德国之声 新苏黎世报的文章指出 中国对欧盟来说是一个伙伴 竞争者和制度对手 尽管欧盟面临与中国的贸易赤子和地缘政治上的担忧 但他们仍然试图保持与中国的合作关系 然而 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中的影响力有限 尽管他们表达了对中国不公平经济政策的不满 但很难期待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另一篇文章指出 欧盟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高 尽管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 要反抗中国的不公平经济政策 但他们难以采取强硬的立场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显示 40%的德国企业依赖于中国的前期产品 因此 欧盟在与中国的关系中很难找到平衡 他们希望避免过度依赖中国 但又希望保持商业关系 最后一篇文章指出 欧盟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有限 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困境 但中国在一些领域的成功仍然持续 例如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因此 欧盟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趋势仍然存在 欧盟希望在与中国的关系中找到利益的平衡 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西藏流亡政权 中国正推行童话教育 德国之声 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 自2023年初以来 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方面通过秘密渠道进行谈判 关注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一系列议题 然而 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以及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转世的争议并未得到解决 不少西藏人担心他们的传统佛教文化遭到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全面侵蚀 以及中国政府试图通过童话手段避免民族冲突 在这种背景下 达赖刺人指出 当前的秘密会谈可能不会取得太大的突破 中国政府可能会回退一步 但在西藏问题上不太可能做出太大的让步 然而 达赖刺人依旧对西藏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 表示境内外的藏人都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 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斗争 对于国际社会的支持 达赖刺人呼吁加大力度 并指出美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设葬法案的国家 他还提到 欧盟在对中国采取外交和经贸政策方面存在裂痕 呼吁欧盟采取更加一致的立场 总而言之 虽然当前的秘密会谈可能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但西藏流亡政府仍对西藏事业的未来充满希望 并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 然而 中国政府试图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 以及对西藏文化的童话仍然存在争议 这可能会影响谈判的进展 70余位作家学者在港探讨世界华文文学院景 新岛日报 由香港作家联会 香港文学馆和香港珠海学院 主办的香港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的互动 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 于8日在香港珠海学院举行 来自中国内地 港澳 台湾地区 及世界各地的70多位作家 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共同讨论香港文学 与世界华文文学的未来发展 在开幕里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通过视频致辞 肯定了香港作家联会 和世界华文文学联会 在推动世界华文文学交流 和丰富香港文学版图方面的贡献 并希望两个联会 继续为文坛提供创作活力 推动香港与海内外文学交流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香港作家联会会长 世界华文文学联会执行会长 潘耀明在致辞中表示 这次研讨会的参与者 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言 但都离不开华文和华语 他希望通过庆典的小舞台 传播热爱和平 正义 有爱与天地共荣的中华文化 研讨会中 多位知名作家和学者发表了演讲 分享对香港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 未来发展的看法 一党再向巫统招手 基于回教徒利益重启合作 联合早报 马来西亚的伊斯兰党 再次向执政党巫统伸出橄榄枝 表示两党可以基于回教徒的议程 重新合作 伊党的领导人哈辛亚新认为 如果巫统继续与民主行动党合作 可能会在下一次全国大选中 全军覆没 他表示 伊党从未宣称巫统是敌人 欢迎他们随时与伊党合作 然而 伊党的选举主任沙努西表示 巫一合作的前提是 巫统主席阿末扎西下台 沙努西指出 如果阿末扎西不再担任巫统主席 两党可以在全民共识的框架下 再次合作 巫统在最近的补选中惨败后 伊党曾提出修复两党关系的建议 但被阿末扎西拒绝 巫统的最高理事会 也决定继续支持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